南韓總統尹錫悅 受邀出席在紐約舉辦 這個全球資金債補足的會議的時候 他才剛剛跟拜登握完手 走下臺立刻被媒體拍到 當時他跟他們的外交部長普正 說了一句韓文 我又要講一次嗎 就是這些傢伙們 這些小子們 那臺灣沒有相對應的 所以臺灣可能就會翻兔崽子 什麼臭崽子 其實是小崽子 對 小崽子 因為他還沒有講更難聽的 沒有加狗那個字 對 反正你在外交場合上講成這樣 其實就已經非常的不得體 絕對會引起軒然大波 那當然這個南韓總統辦公室 也隨後就趕快澄清了 說這個尹錫悅說的這個崽子 不是在講美國國會 而是南韓最大在野黨 共同民主黨 好 那除了這個崽子這個字眼 其實還有隱錫悅之後 後來講的 就是很丟臉 連往哪裡擺 那其中有一個字呢 它其實是臉部的 就是有貶義的意味 所以這個其實呢 也是韓文很通俗很俗語 不適合在這種正式場合上出現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就在想說 那隱錫悅這一番的出言不遜 是不是也表示他完全不演了 因為他真的對美國來說 忍很久了 怎麼講呢 我們來看到這個 其實隱錫悅從19號到21號前後 一共會面拜登三次 地點從倫敦到紐約 那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夠傳達 尤其前陣美國通過的這個 降通膨法案 當中會對南韓的電動車 帶來的打擊的部分 因為取消了免稅補助 好 這個部分呢 其實他當然希望能夠 跟拜登反映 然後更早之前的這個 晶片法案的部分 他都想要跟拜登好好來溝通 但誰知道嘛 這一次的一個見面 這一次的見面呢 又只是一個48秒鐘的一個 握手言歡 一個單單純純扎扎實實的寒暄 什麼東西都沒有 結果還搞出了這麼一個風波來 教授 如果說今天這個隱錫悅 他是針對的是美國 跟美國的國會議員 就是美國總統跟國會議員 但是他並不是當著美國的總統拜登 這樣子罵他 也不是當著美國的國會議員 這樣子的罵他們 那他是私底下 跟他自己的同僚 在那邊發牢騷 把他不滿的情緒表達出來 那被這個攝影 被記者捕捉到了 捕捉到以後 其實雖然有一些失禮 我們在強調 有一些失禮 但是他並不是在 當著美國的總統面前罵 我再強調 不是當著美國國會議員 面前罵 那他這樣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有好處的 因為他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有時候也會給美國的行政 就是白宮當局 還有美國的國會議員 他們知道說 韓國的總統 對你們的做法有意見 不高興了 不高興了 有意見了 其實他這個就是說出心裡話嗎 對 其實說出心裡話 然後被記者 這樣子自然地捕捉到 然後釋放出來 那也可以告訴美國的總統說 我不是一個 永遠聽你話的小跟班 我也不是一個沒有個性的小跟班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什麼不好的 有的時候 對於一個不受美國總統重視 也不受日本的首相看重 或是在意的韓國的一個總統 坦白說韓國也不是小國 當然它跟美國跟日本不能比 可是很明顯的美國跟日本是瞧不起他 是啊 顯然是 美國跟日本瞧不起他 而且你看岸田文雄跟他的接觸的方式 也是很瞧不起他的 對 就是顯然把他當小弟 對 整個臉臭得一塌糊 而且這一位總統 那麼要一改過去李明博的這個做法 就是一直在討好日本 說要跟日本見面 要跟日本談 要改善跟日本的關係 未安復的問題要處理 還有這些二戰時期的奴工的問題 要處理 那麼擺出一套 就是要修補跟日本關係的 韓國的一個總統 然後你看日本的態度就是 冷眼臭臉 然後一直面對韓國 這樣的一個情形像 美國更是如此 美國就是要韓國 我的兵駐守在你那邊 他的薪水你買單 然後呢 你半導體不能賣給中國大陸 你要買單 你半導體廠要簽到我美國來 你要買單 你的汽車廠要簽到我美國來 你要買單 但是我的汽車的離電池的補助 對不起你沒份 這些都是很明顯的 我就是吃定的韓國 對 都被吃定的韓國 如果說這個總統在私底下 那麼被曝光出來 他對這個總統不滿 對美國總統不滿 對美國國會員不滿 其實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他會提醒美國總統 不要欺騙太順 我有個性的 好 結果呢 這個總統 韓國這個總統 很明顯的就是沒有膽子 完全沒膽 而且讓韓國人的尊嚴掃地 為什麼 他一看到這個時候 他就覺得自己在闖禍了 不懂得好好的利用外交的籌碼 結果變成好像自己在闖禍 好像自己在闖禍 還怕得罪 還怕這個 對他不好 不禮貌 不客氣的 美國的總統 還怕他生氣 還怕他得罪他 然後呢 反過來在國際的場合 說我這是罵我自己的國會議員 對 罵我自己人 你在國際的場合 你罵你自己的國會議員 這就是嚴重的問題了 對啊 這有比較好嗎 這個更嚴重 你應該是罵美國的總統 而不是罵自己的國會議員 這個有時候我就會想起 台灣有一些那個黨 那個顏色的黨 那個黨很多的時候 就到海外去告洋狀 這種黨 其實隱其樂目前就很像台灣的 那個有顏色的黨一樣 那教授我問你一下 隱其樂團隊是危機處理上 出了很大的問題是不是 搞得罪 你看這篇聲明 簡直就是提油救火 那也顯得他們進退失據 我覺得不是這個 處理上適當的問題 是整個膽怯 對 整個心態 整個價值觀是錯誤的 也就是說 百般的想討好美國人 然後怕美國人生氣 然後由於怕美國人生氣 怕得罪美國人 所以把自己的國家的利益 都讓掉 而且呢也因為怕美國人生氣 所以連自己的國會議員 連自己的國會議員 都可以羞辱 那你想想看 這個已經不是 那個處理外交政策的 適當技術上的問題 而是整個心態上的可悲 因為這個就是典型的韓國 我們叫做設立內人 表面上很凶悍 很怎麼樣 但設置上膽小得很 不過說到這 我想到之前 那時候這個 美韓首腦會議的時候 一個晚宴上頭 就是也是影席樂嘛 當時呢在做 演奏美國國歌的時候呢 他就跟著把這個 他的右手放在這個 右胸口上面 那跟著美國人一起做 那他身邊的南韓官員 其實沒有這樣做 那接著演奏這個 南韓國歌的時候 美國人就是左顧右盼 根本沒有人在那邊 所以呢這個部分 完全也揭露了南韓民眾 以至於他當時的這個聲望 還至少跌到 好像24%吧 那現在稍稍回升了一點啦 8月份 但是也稍稍起色了 34%而已 還是很低迷 那當然呢 有點半開玩笑說 這個影席樂一開罵 是不是又嚇到 美國總統拜登 因為同樣一個場合在台上 拜登總統又來了 他又迷路了是不是 好他在這個演說 要走下台的時候 亮哥在演了對不對 那個腳步突然停斷 機械式的動作又來了 對不對 他就想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這個東西還不久之前嘛 當時的底特律車展 結束的時候 一樣的詭異舉動 那我看亮哥迫不及待 我就先問亮哥 是不是拜登的這種怪異的舉動 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啦 這個恐怕他的醫生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發生啦 你看他周邊都沒有幕僚耶 對 所以他就突然就陷入這個狀態 對不對 那那個感覺就是 這是有點不知所措嗎 就是不知道他在哪裡 那不知道前後的段落是什麼 就等於是上下脈絡突然不見了 就那個異異脈絡啦 然後雖然他叫lost 然後就在現場lost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然後也不知道前後文是什麼 所以他就在那邊不知道怎麼辦這樣 這事實上是一種病啦 生的喔 就是失智的一種症狀 那只是說他用這個表現嘛 那我認為他的醫生不負責任 因為如果不預期發生 可是又有一定的頻率 因為不是第一次嘛對不對 也跟這個空氣握手啊之類的 那身邊就要有一個 照護他的一個懂醫學的人在身邊啦 那可是就比較辛苦就是了啦 要隨時準備著這樣 所以這個實在是沒辦法 可是他又不足以到達 這個所謂的不能逝世的程度 你又不能夠說副總統來帶 可是這樣的畫面 所以民主黨的人 確實不要他選下一任啊 這是事實啊 可是他現在還是總統啊 然後你還沒有到那個 不能執行的程度嘛 所以你不能夠說由別人來取代你啊 而且大家想到取代的人是賀錦麗 大家更害怕 重點在這裡是不是 所以拜登只要說你們要我 要來指控我身體不好是不是 那接我的是賀錦麗喔 大家就閉嘴了 那民主黨人想就算了 就有這個味道 這個就跟阿扁一樣 阿扁說 接我的是呂秀蓮喔 有點這個味道嘛 有一點這個 那個千萬是懂韓文的 坦白講那句話 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那個Security事實上 真的就是指美國國會 是不是他前言後語你要看嘛 對 太明顯了嘛 他說如果審議沒過對不對 那拜登丟臉啦 怎麼辦 全文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全文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主持 就是美國國會議員嘛 所以他是在替拜登擔心 所以你看又在吹牛了 又在開支票了 萬一國會沒過 你這個不是又吹牛了 他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 所以回來硬拗成說 是在罵在野黨國會議員 怪不得人家說 你這個人真沒種啊 因為那個現場又不是 又不是韓國的事情 是拜登美國國會的事情嘛 對不對這個 所以賴老師講的我完全同意啦 你實在太沒氣魄了啦 你講那句話也沒什麼不對啊 你只是說那個小崽子們 那個稍微粗魯一點 可是整句話邏輯是對的啊 對不對 海皇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